自古以来 魔法的世界皆是令人叛为观止 目眩神迷 它是幻术 是技巧 亦或是科学的演技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在这里 我们将有蒙骑士 智之星 弥养星 月之星 鸿恩 炎之星 电网 与魔法新生Kiki 带领大家一步步揭开魔法背后的真实世界 欢迎收看《科学侦探团》 变重 我感觉真的很好玩 叶王 叶王 你在忙什么 我在练习一个非常厉害的魔法 什么魔法 什么魔法 你们看一下 这个这么轻的报纸 我可以改变它的重量 让这个报纸变重 把报纸变重 怎么可能 一张报纸我们大家都知道很轻啊 对啊 你怎么变重啊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测试 测试 木板 要木板干嘛 那Kiki 你来帮我一个忙 好啊 来 你现在来这边呢 打这个木板看看 把木板 对 看它会有什么反应 等一下 手不能放这边 手不能放 对 手不能放这边 就这样子 不对啊 燕王 我手不能放的话 木板你就会掉下去 没错 那现在特别的地方来了 我一样把这个木板放在这边 然后我把这个 这么薄这么轻的报纸 铺在它的上面 是 然后我现在呢 要施一个魔法在上面 变重 变重 Piki 你现在来打这个木板看看 报纸变重了 对 我一样手没有要浮哦 不浮 对我们的全力打来看 看这个木板会怎么样 好 木板断掉了耶 可是报纸还是一样啊 而且这个木板还是实心的哦 没有断掉啊 同文 你试试看啊 同文 试试看 我现在换一个 比较厚的木板 好厚哦 身为萌棋士的你 应该不会害怕吧 把报纸放上去 只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同文 加油 来 一样 我把这个神奇的报纸 铺在这上面 你的魔法要施好 我就一只右手 对啊 而且同文你看这个 木板很厚 比刚刚这个还要厚 来 我现在要试魔法 变重 变重 好了 同文 你试试看 加油 一 二 三 我猜了 我猜了 太不可思议了 报纸竟然可以变重 压住木板 而且重量之大 让薄木片可以被轻松劈断 连有厚度的木片 也可以轻松被劈出裂痕 燕王到底是施了什么魔法 让薄薄一张报纸 威力变得如此之大 燕王的魔法是不是很厉害 让这个包包的报纸变得这么有重量 你真的变得好强 燕王 这个魔法你练多久了 我跟你讲 我练了三天三夜 身为学生会长的我 每天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研究 希望可以保护风靴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好像看了三分钟 我就学会了 不可能 那我来试试看好不好 我不相信 那接下来我也帮他试个魔法好不好 燕王刚刚说的是什么 变重变重变重 等等等等 因为你是萌骑士 你又是男生 童人都打这么厚了 你当然也要打这么厚 那要说对不对 对 我相信米亚欣 大家对我真的是很有信心 没关系 我就要来 变重变重变重 我已经让这个报纸变重了 真的吗 这样就变重 注意看喔 好 米亚欣你太厉害了 你不愧是我们的自知心耶 真的是太厉害了米亚欣 所以我觉得这个学生会长 还是我来当好了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三天三夜跟三分钟 怎么样了 米亚欣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发生什么事 因为他也是萌骑士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燕王刚刚使用的 其实并不是魔法 他用的是一个科学的小原理 也是科学原理 没错 燕王使用的科学原理 就是用大气压力 什么是大气压力 大气压力 就是空气的重量 空气有重量 空气当然有重量 可是都感觉不到 一平方公分 事实上空气的重量 就有一公斤这么重 你是说一公分 前一公分的 这样小小的面积 就有一公斤 对 你们幻想一下 假如一个一百五十公分高的人 他肩宽 假设是七十公分的话 他正面承受的重量 其实有十公吨 就是一万公斤这么重 米亚欣 那一万公斤到底多重 一万公斤十公吨 大概就要靠近一台 游览车的重量 游览车的重量 这么重 燕王刚刚使用的这张报纸 因为燕王把它压得很平 所以它上面的压力 就会比下面压力还要大 它就承受了一些大气压力 原来燕王靠的不是魔法 是大气压力 同学们如果想要在家里 尝试大气压力的厉害 也可以用一根长齿 铺在报纸下面 接着拍集长齿 就可以感受到长齿被报纸压住 不会掉落的感觉喔 而接下来KIKI也要尝试 如果用一张比较小的A4纸 是不是也能压住木片呢 好 我来吃囉 加油 一 二 三 好新鮮的声音喔 天天天 而且它还断成 三段耶 那边没有 科学小教室 为什么一张报纸压在木片上 用力敲打木片 却不会翘起来呢 自然界中的空气 其实是有重量的 就是我们称的大气压力 一平方公分所收到的重量 约是1033公克 一张报纸打开 它的长度约是50x80公分 它上面所存在的重量是 4000公斤的大气压力 约等于两部汽车的重量 压在报纸上面 将一张报纸压在一张布板上面 我们是敲不起来的 我呢也不落人厚的 要跟你们分享一个神奇的魔法 你们看 我准备了一个 完全密封的容器 我请查看看 这个魔法呢 叫做隔空灌气球 隔空灌气球 很神奇喔 那我要借一下燕王 气球吹到这样的大小 好 身为学生会讲的我 这个忙一定帮 那帮我放到这个容器里面 为什么你要把气球 放到这个容器里面 因为要隔空啊 所以我的手 不会碰到这个气球 我的嘴巴也不会碰到它 可是我就可以让它 慢慢地变大 同恩 我不相信 你又不相信了 我当然不相信啊 好啊 那我等一下就证明给你看 好 燕王你帮我押近 检查一下 好 它现在是完全密闭的 确定是密闭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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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的 现在呢 要隔空灌气球了 有吗... 好厉害的魔法喔 科学侦探团 要隔空灌气球了 有变大耶 有吗... 重恩这个 真的没有碰到它耶 没有 你看我的手在这里 好厉害的魔法喔 是不是很厉害啊 蛮厉害的喔 可是呢 这只是我魔法的上半部 我还有下半部 我可以用一只手指头 把气球变小 我不相信 仔细看囉 你看吧 我不相信 它变小了耶 成功 变回我刚刚吹的大小耶 对啊 哇 统恩是施了什么样的魔法 竟然可以不碰到气球 就让气球随意的放大缩小 还是其实装气球的桶子里 藏了什么秘密呢 我知道了 这一个呢 不是打气筒 是抽气筒 抽气筒 对 可是抽气 为什么里面的气球 反而越变越大呢 我来跟你们解释一下 刚开始气球放到这个容器里面的时候 气球的空气跟容器里面的空气 的压力是一样大的 但是呢 当童恩又抽气筒 把空气抽出来之后 容器的空气被抽出来了 压力就变小 所以这时候气球里面的压力 比较大 就会把气球往外挤 就会越挤越大 比较大 难怪 所以气球放在里面 它不会变小 反而会变大 对 原来是压力的关系啊 所以呢 当你压这个一指神功 把外面的空气放回来之后 压力又变回一样大了 所以气球就会变回原本的大小 原来这个魔法 也是透过科学原理变出来的 也是大气压力的原理啊 对 所以在家里面呢 其实我们有这样的容器 可以把空气抽出来 像用吸尘器的话 就可以试试看像这样子的实验 哇 大气压力这么神奇啊 没有 阿欣 有一个实验 我不知道跟大气压力 有没有关系耶 那你试试看啊 在这个实验之前呢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酒精灯 酒精灯 所以待会可能会要点火 对 需要燃烧 所以这个实验 可能就是有点危险 那我们要提醒同学们 如果在家里面 千万不要一个人 尝试这个实验 没错 除非有老师 或是爸爸妈妈的陪同 才可以一起完成这个实验喔 好 那要用到火的话 我觉得要保护眼睛 好 压王你要把它戴起来 所以这个护目镜要戴着 哇 压王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啊 而且还需要一个夹子 好刺激喔 好 我先用火 今天校长说今天不能用火 所以我们请同学准备来打火机 来 帮我把酒精灯点上 好 那我们现在准备了一个铝罐 铝罐里面要加一点点的水 加一点水 对 加一点水之后 然后拿这个夹子呢 把这个装满一点点水的铝罐 放在上面燃烧 到时候烧到一定的阶段 里面的水 就会有水蒸气跑上来 就会有烟 水蒸气跑上来 嗯 那下一步要做什么啊 这个时候 它烧干的意思吗 还没有 要再等一下 感觉好神秘喔 嗯 蛮多烟了耶 感觉水蒸气越来越大了喔 對啊 冒了超多烟的 好像在沸腾了喔 然后现在呢 我要把铝罐扣过来 在这个时候 就要见证奇迹的时刻 怎么碰我一身 拿起来 铝罐被压扁了 真的耶 怎么会这样子 很神奇吧 刚刚夹子没有用力吗 我没有用力啊 而且它是在一瞬间 它可以把铝罐瞬间压扁 真的喔 够厉害吧 要不要给Kiki检查一下 来 这个身为学生会长的燕王呢 也是不断地在勤练 这些不一样的实验 真的啊 燕王 要故弄玄虚了 这个其实也是利用 气压的原理 对不对 嗯 是这样子的吗 不然你看 这个正常的罐子 它里面的气压 就是一般的气压 它放到水里 就是没有办法被压扁 好 小帮手来试试看 原本的 放进去 铝罐好像没有变形喔 对 它都没有变耶 所以呢 这个实验代表说 当我们在这两个铝罐 放进去的同时 事实上 这个铝罐的气压 是比较小的 所以它才会被压扁 为什么会比较小呢 因为燕王燃烧了它 让空气膨胀 先变大 有东西跑出去 突然冷却的时候 气压就会变小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它的力量很大 米雅兴果然聪明 对啊 其实力量很大 科学小教室 为什么加热的铝罐 碰到冷水会瞬间被压缩呢 当我们加热铝罐时 等于是加热空气分子 空气分子一旦加热 它就会膨胀 假设我们把它加热之后 膨胀了两倍 以铝罐来说 比方说我们可以放下十个分子 因为它膨胀两倍之后 是不是会有五个分子 被挤出去 当我们把铝罐倒过来之后 遇到水开始冷却 所以空气分子 因为变冷的关系 它又回到原来的大小 你原来可以放十个分子 现在只放了五个 里面的压力变小了 这时候外面压力没有变 因此把它压扁了 这是大气压力的原理 其实气压力要大起来 是非常吓人的 搞不好连 连油桶 铁做的油桶 都可以把它压扁 怎么可能 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不相信吗 那我们去实验看看 好 来 来 猜猜猜 好重 好重 我跟Mia先为了这个实验 准备这么重的铁筒 没有错 我们今天一届大对决 我们大气压力要对抗的 就是这个大铁筒 谢谢你们辛苦帮我们准备 为了证明大气压力的威力 侦探团员们 特别找到了这个 可以装载200公升一体的大铁筒 这么巨大的物体 大气压力真有办法对付它 把它瞬间压扁吗 没错 因为大气压力的力量 真的非常非常地大 但它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之前用铝罐做的实验 但是铝罐 其实我们自己的手 也可以把它捏扁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找来这个铁筒 你们看 很硬对不对 来 拿那个铁锤来敲敲看 这真的非常硬 Mia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这么重的铁筒 到底几公斤啊 我们撑看好了 好 来 我们撑一下 这个就交给 力气大的燕王 用 因为我是 燕王 好 撑一下 撑一下 几公斤 120公斤 对 Mia欣 我觉得这个 不太可能会成功吧 不可能 你太小 太大气压力了 那我们的做法基本上 就会跟我们做铝罐的实验一样 我们也是先加热 让它里面的空气跑出来 好 后来我们再快速冷却它 看外面的大气压力 能够把它压到什么程度 好 你们觉得它压了扁吗 它这个臂感觉很厚耶 你看 对 它特别特别厚 你看它这么重 你看它这么重 你觉得有可能会成功吗 我觉得身为燕王的我 这是 不可能会成功 你们觉得咧 其实我也觉得不太可能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好了 我们就来试试看 那这个实验呢 其实因为我们做大型的实验 其实它都有一点点的危险性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如果要在家尝试的话 我们就要有大人的陪同 那不要做这么危险的实验 OK 我们是说过 专业的训练 燕王 你为什么要站在桶子上 米亚新 因为我在撑那个大田斗 结果 真的很坚固耶 很坚固 非常坚固 燕王 你没事吧 燕王 你没事吧 燕王 那你就继续站在上面 各位 最近大家所见 我们已经戴了万全的准备了 护目镜跟安全手套 因为做实验 安全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我们来准备生火吧 Go 来 准备好大铁桶之后 下一个步骤就要燃烧加热 侦探团员们 备好了砖头和木块 要开始架设生火装置了 把它围成一个圆圈 好不好 围成一个圆圈 对 然后我们 特别要留一个洞 到时候可以烧的话 进来了 然后我要放一点木头进来 放木头进来 那烧这个铁桶 那我就用我的灵火游民就好了 干嘛用这个 我们在地球 是不可以使用魔法的 对 来 那我们稍微喝喝一点点 好 有了 有了 来 借过 主角来咯 大铁桶 大铁桶 我们今天把它加热到非常高温 好 开始 科学侦探团 来 借过 主角来咯 大铁桶 我们今天把它加热到非常高温 好 开始 现在要把这个空气呢 把它加热 那空气加热的时候 它就会膨胀 那里面就会被空气跑出来 那里面空气的分子 它就会变得比较散 它密度就会变得比较小 所以大家会来冷却的时候呢 它就会突然把桶子挤压 如果成功的话 为了让大家能够观察到 这个空气出来的状况 我们在里面加一点水 要准备好了 加一点水 我有听到那个 那个沸腾的感觉 对 那沸腾的感觉 现在就是应该是要等 我们就是等到 有这个气冒出来的时候 代表说 差不多里面也是沸腾的状态了 米雅兴 所以这个实验是 一定要加水进去吗 其实是不一定 但是我们加水 就可以观察到里面的气体 往外跑的状态 对不对 因为水它经过烧到 它会变水蒸气 那会跟空气一起跑出来 其实有一点点 看一下里面的火 有没有在烧 有继续烧吗 燕王 有 那到时候等这个烟出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就是要拿盖子 把它盖起来 把里面的空气封住 好 它里面所有的水都出来之后 对 我们就等它冒烟 冒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可以把它关起来好了 没有错 接下来就是要等待水蒸气冒出 再把铁桶封起来 究竟这大气压力 对抗20公斤铁桶的战针 哪一个会胜出呢 烟一直冒出来对不对 对 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代表现在它应该加热到 非常热的状态 所以它里面的空气怎么坏 我们现在在它旁边 都觉得有一股非常浓厚的热气 像我们必来 你要摸摸幹嘛 我看来还是不要好了 不要摸 还是正确的选 那我们现在就来把这个盖子 盖起来 好热喔 有 我感觉到那个很烫 还好我有戴手套 好能热气 他刚刚那个盖子 一直想要往外跑你知道吗 不让我盖 好了 好了吗 现在就是交给我们的壮士燕王 来执行下一个任务 任务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火灭熄 然后把桶快速的冷却 我要完全浇熄喔 里面的木炭很多 所以你每个角度都要浇 盖好盖子 灭完火后 紧张刺激的一刻终于来临 究竟瞬间降温的大铁桶 有没有办法被大气压力 给几款呢 在这个时候 就要见证科学的时刻 大气压力 成功 你又还没成功 现在还成功 有 有声音 有声音 有 有 有 你们看 有耶 凹了 凹了 它如果上面再凹 像那样子 因为刚刚鞋桶非常的热 所以我们现在冷却 要花一点时间 有的每个面积 以外都要冷却 为什么 你有一点无奈的表情 你终于无奈 我要死一点魔法 虽然一开始冷却时 铁桶有发出声响 但是经过了五分钟 还是没有任何的状况发生 难道大气压力的威力 败给了这个重达20公斤的大铁桶吗 侦探团员们 今天会以失败收场吗 下面火没灭掉 你看 我都知道 下面的火 你们看还在冒烟 在冒烟 你检查一下 先多浇一下 燕王 等一下的 难怪刚刚都没有凹下去 原来是因为火没有灭完全 所以大铁桶毫无动静 而在火完全熄灭后 大气压力能够战胜铁桶吗 灭了吗 灭了吗 有啊 你看灭了 有那个 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 我觉得好像大军人碰一声 然后把他手里面的皮子 就这样捏碎了 而且刚刚米亚欣 少女的七十公斤 跑出来 等一下 太神奇了 我们看一下 太厉害了 刚刚真的很可怕 我们的大铁桶 瞬间瘦身承受 大气压力真的太厉害了 竟然随间 就把重达二十公斤的大铁桶 压扁 也让侦探团员们 彻底的见识到大自然的神情 米亚欣 这大气的压力 原来可以这么大 把这个这么硬的铁桶 挤压成这样子 大气压力是非常非常恐怖 大气压力 我佩服你 佩服你 而且你要想像喔 我们现在身边所有的空气 它都是这个重量的大气压力 那为什么我们身体 不会感觉到 那是因为我们血液里面 市场都有等量的空气 那只要里外都有空气 它压力就是平均的 大气压力的这次实验 非常的成功 好 我们科学侦探团的实验 成功 科学生活 小妙招 空气真是无所不在 大气压力非常的神奇 但是在生活中要怎么运用呢 今天呢我们要教大家 可以用像这样子的一个宝特瓶 我们轻压瓶身 大气压力呢就可以帮助我们 把蛋黄跟蛋白分开喔 我们来试试看 来试试看喔 好 然后注意的时候呢 其实只要轻轻的一压 然后对着蛋黄 你们看 真的耶 然后呢 洗出来了喔 好漂亮喔 这样子好方便喔 对 我个人觉得我分得很好 对啊 而且蛋白跟蛋黄 就这样子分开了耶 这样以后啊 如果妈妈要做蛋糕的时候 就有好方法 可以帮助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没错 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 我们都是靠大气压力完成的 对不对 像平常我们喝饮料的时候啊 吸管去吸 珍珠奶茶之后 珍珠也是因为这样 大气压力被吸起来的 对 还有家里面的吸盘 玻璃上面的吸盘 都是这样去制造而成的嘛 这样我知道了 像家里有时候会有一个 很大的沙拉油桶对不对 对 我们在倒的时候不太方便啊 只要多打一个洞 这样子呢 就可以帮助沙拉油 更顺畅地流出来了 因为空气有进去 大气压力就会平衡 它就更好倒出来了 想要知道更多科学的小秘诀 就要收看我们的 科学侦诞台 我们下次见 拜拜